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是我们阿拉斯加福尔邦斯 曼利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虽然小 但是几户比户都有四家小民的四人飞机 这里的一切都是特别的安静 安静 这个方面都是你们喜欢的地方 这里是阿拉斯加的曼利 这个地方是墓地 这个地方的墓地是不用花钱买的 你随意选择什么地方都可以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在这里 我现在将来也选择这里 因为他们最喜欢 因少的地方安静 今天是周末 孩子们来看我们夫妻俩 那我们就带孩子出去玩 下楼 开游船 陪他们去钓鱼 这里呢 钓鱼 是你们 遇落的地方 因为曼利这个小镇 人特别的小 安静 清闲 安全 疫情期间 这里没有一例患者 所以我们几乎在福尔邦时代的时间很少 而且曼利的人只要是在这里 每家每户几乎都有小型私人飞机 即直升机 看这个直升机 马上要起飞了 很快 等一下我们的游艇开过去了 我跟我先生也经常 下楼散步的时候 我们就驾驶的游艇逛一圈 小儿子 孙子们都很开心 钓鱼丸 其实钓鱼就是一个爱好 钓上来的鱼都不喜欢吃 因为这里的人喜欢吃深海三味鱼 红色的 像这湖面里的湖里的鱼 钓上来几乎就是放生 这里是三味鱼 还有梭子鱼 梭子鱼美国人都不吃 有偶尔我有时候用它包饺子 话说回来回来了 我先生开着游艇 他儿子驾驶的皮卡 我们要把游艇用游艇的专用吹了 拉出水面 因为我们要离开富尔邦斯 要离开曼利 所以这游艇不能在湖里边 长期的停放 万一刮风的时候我们不在 这样的话游艇就容易被风刮走 所以我们如果离开曼利的时候 游艇我们就开出湖面 这是最安全的摆放 自己家的楼下 很有技巧 已经把游艇开到吹了上面 他的儿子驾驶着游艇 离开了湖面 真的好不错呀 这里的湖面是阿斯加 我们富尔邦克斯的湖面 风景秀 我们下期再见